许哲佳 左衣 夺下盟主赛银牌 图取自World Balling脸书分享 中华保龄球队在线风华 年纪最小的19岁小将许哲佳昨天夺得男子盟主赛银牌 成为我国在世纪赛夺下男子盟主赛银牌的最年轻选手 也替中华队拿下第七面奖牌 奖牌数在42个刊赛国家地区中与地主美国队并列第一 本届中华队拿下一斤四银二桶 含金量不抵美国的四斤三桶 但中华民国保龄球协会理事长吴福龙表示 好几年没看到中华队有这种成绩 要谢谢体育署的支持 让年轻选手有培育的机会 吴福龙在1998年曼谷亚运用夺男子个人金牌 三年前接手理事长职务 看能让世界看见台湾 他表示 十多年来许多人都认为台湾的飞碟球不可能了 但经验及信念告诉他 我们还可以 只要方向对了 就会有成绩 尽管不受外界看好 但许哲家为经言放弃 靠着热爱保龄球的心坚持下去 他坦言 有段期间众人都认为曲球好打 像他这种飞碟球选手 出国比赛只是当炮灰 但始终告诉自己 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相信台湾的飞碟球一样可以赢得了别人 他肯定的飞碟球都认为旅路队一样的民众 Queen